好不容易這兩年多來疫情趨緩 現在又遇到物價上漲心事不上的 這些痛苦指數一直在飆高 請問你認為這樣的苦日子 大概還要過多久 我們物價以前一些時候有那個上漲的壓力 目前物價目前已經在往下的一個局勢 都大概百分之二左右 大概我們預計大概整年的話 大概是不會超過百分之二點一 這個跟其他國家比較起來 是相對比較平穩的 比較平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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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是開早餐店出生的齁 那我們就講一個早餐裡面會有什麼 會有番茄 番茄漲了百分之三十幾趴 會有蛋 蛋一個月不到漲了五塊錢 通常可能會有雞或是豬 也都漲了五到六塊錢美金不等 那一份早餐要漲的價格就這麼的多 那請問物價怎麼可能會跌兩趴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不適任的主計長 過去曾經聲稱歐安妮酸一碗只要二十塊 那不知民間疾苦的主計長 要怎麼樣能夠評議我國的物價 在現在這個萬物起漲的時代 你不去面對還睜眼說瞎話 那讓大家覺得呢 你現在就是活在平行宇宙 你跟我們根本沒有活在同一個台灣裡面 今天我在打電話 這跟我們的民眾互動的時候 就有人跟我說他今天早上去排雞蛋 排了一個小時 那我就想說天啊 現在全台灣大家都在排雞蛋 然後呢買不到雞肉豬肉都要漲價 為什麼我們的主計長還可以繼續在他的位置上面 過去犯下這麼的錯誤 說錯了這麼多的話 蘇貞昌都走了 為什麼朱澤民還留著 蘇貞昌都走了 為什麼陳吉仲還留著 所以這一波整個漲價元凶 包括陳吉仲 包括朱澤民 都應該要下台以示負責 否則陳建仁內閣的開局 就已經是一個大大的失敗 鞋太個人 請隨便去找小健康 拉紙 小極 在柳所有的地方 他有小偏啦 並不有小偏 她不想配囂 她不想配 她不想配 只要這爾項 以我們 剛才 這爾項 不要 她 我們 你怎麼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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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為 我不吃滷肉飯 謝謝 我都吃行政院自助餐廳的自助餐 謝謝 去我家附近的滷肉飯 它還是25塊啊 沒有帳啊 來行政院的餐廳 它的水餃到現在 我吃了好多年都沒有帳 我和米茶大概20塊左右吧 股價一飆漲 米茶一次漲5塊漲10塊 你覺得不痛不癢 你知道胡鬚章的滷肉飯 胡鬚章的滷肉飯很好吃 滷肉飯從去年到現在漲多少錢 主記長請說 報告為 我不吃滷肉飯 謝謝 你看 主記長你是這樣的一個講法 台灣人是多少人是靠著吃滷肉飯長大的 我很喜歡吃滷肉飯啊 所以我知道價格的變化 我知道一般的民眾的想法 你不知道滷肉飯 那請問 肉圓有沒有長 你不吃肉圓 你都是吃米其林餐廳 你都是吃牛排 你都是魚吃鮑魚 所以難怪你不知道 一般民眾他心裡遇到的問題 到底是在哪裡 我都吃鮑定院自助餐廳的自助餐 謝謝 市長我請問你喔 這個一般基層 接觸最多的喔 就是國民的那個 美食喔 滷肉飯 最近有漲了你知道嗎 去我家附近的滷肉飯 他還是25塊啊 沒有多 你家附近 那個胡鬚章 他是第一品牌 滷肉飯比較高級啦 啊 高級好吃啊 好吃的 你也吃得起啊 大家都吃得起啊 問題是他真的在漲啊 你知道 他從 小碗的30塊 漲到 33塊 最近漲到多少你知道 天州有50多塊的 我有看到有 沒有啦 小碗的啦 184塊的 那 漲到 35塊 就講水餃好了 水餃去年啊 過年前喔 一個豬肉水餃才4塊錢 過了年 現在一個水餃漲到5塊錢 可是薪水沒有漲啊 主計漲怎麼辦啊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來行政院的餐廳 他的水餃到現在 我吃了好多年都沒有漲 那一般的民眾漲啦 你叫 住在三峽的民眾 跑到行政院可以去買嗎 三峽的水餃 你叫台中市的市民 他吃水餃 跑到行政院買水餃嗎 問題的存在情況 就是他漲了25%啊 這個稅收超增 你講了什麼 稅計剩餘啊 與其這樣做 拿去亂花錢 那你把他 政府發任何一毛錢都是大願通過 把他平均的 讓全民都受益嘛 再來發一次消費券怎麼樣 那個消費券上一次的成果好像 跟預期差異很大 因為我想目前並沒有 沒有啊我看全民大家都很開心啊 你上次有沒有拿到 經濟成長我當然拿到 可是經濟並沒有成長 有沒有拿去花 我原來要去買的東西 我用那個消費券替代 所以並沒有增加消費 對 你知道你說沒有影響多大 如果上次沒有發的話 經濟成長是更差的 我還是 因為我買入場用品 那些入場用品 我還是會買 所以經濟不見得會成長 那你比較省啊 很多人是買別的東西啊 也是促進消費啊 你五倍券你要什麼使用 五倍券我就綁定了 你用綁定了 對啊 我想說你會發給員工 那個 加菜金啊 或者是帶動表現一下 我都有跟他們吃飯了 那主席長我請問一下 這個五倍券上路了以後 對整個國內的經濟成長有什麼影響 根據國外會的報告說 他們會有經濟效益兩千億 我尊重他的說話 兩千億啊 對 那這個金額大不大 這個蠻大的啊 已經佔了 那這個金額那麼大 會不會這個滾滾的消費券 動起滾動了以後啊 那間接又帶動了很多的價格的飆漲 比如說蚵仔米山 我記得以前一碗大概十五塊二十塊可以吃得到 你知道蚵仔米山現在一碗要多少錢 什麼東西 蚵仔米山 蚵仔米山大概二十塊左右吧 哪有 吃米不知道米價 吃蚵仔米山不知道蚵仔米山的價格 現在最沒的也三十五塊五十塊啊 那大大小丸啊 主委長 所以消費券一起來了就一帶動 欸 那我本來我賣四十五塊的 我剛剛就順計就調五十塊 因為消費者也比較不會計較那五塊啊 我就 巧巧的 無聲無息的 趁著 五倍券的開始啟動 我就調高 那請問主委長 他們這樣東調西調 偷偷摸摸 趁著消費者不注意 多少錢 多少錢 調高 那主委長的態度是怎麼樣 那個物價我們尊重市場制度 所以他可以調喔 我們不能夠去管他 所以他可以調喔 好 如果 如果 全線都調整的話 齁 那 會面臨什麼樣的情況 CPI可能又 又 爆表了啊 2.6 假設 消費者物價指數 衝破3%以上 主機長 你會做什麼樣的動作 我們 我們不會說 就目前的情況之下 不會說有到超過3%了 就今年的發展趨勢 我們的估計大概只有1.7左右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 來包摸摸水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PI567 還有 主播出人物 CPI444